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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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朱碧子 這支影片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在玩偶遊戲中由沙南和直成所主演的電影《水之館》 推薦大家看完這部影片後 可以再回頭看看玩偶遊戲漫畫第五集與第六集中 和水之館有關的劇情 也許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喔 小學時期 讀書和運動都很擅長的林圓浩仁 不知不覺就成為了大家注目的焦點 班上的女生還偷偷地為她組織了情衛隊 如此出風頭的浩仁也因此招惹到了班上的男生 面對班上男生嫉妒的怒火 浩仁卻不甘示弱地表示 如果不喜歡我 就不要跟我說話 我也很不喜歡像你們這樣幼稚的人 從此班上的男生開始欺負浩仁 隨著時間的流逝 霸凌的手段也越來越激烈 對浩仁而言 彷彿每天都活在地獄之中 終於浩仁小學畢業了 為了不要讓郭孝師那地獄般的生活重演 浩仁努力地讓自己不要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 穿著過時的衣服 陰陽怪氣底喃喃自語 試著用讓自己看起來很沒種的方式走路等等 總之就是盡可能的減少與他人的接觸 最終浩仁成功地成為了一位不起眼的男孩 然而就在浩仁14歲那一年 他的父母在一場車禍中爽爽離世 原先開開心心地去參加溫泉之旅的父母 就這樣突然離開了人世 讓浩仁完全無法接受 面對視力眼的親戚們 浩仁發現自己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以難過 必須要趕快振作起來才行 最後孤苦無一的他決心要自己一個人活下去 三里過後浩仁回到了學校 但是他才剛踏進校門 就被一位姓岡村的男同學給盯上了 岡村劈頭就質問浩仁是否拒絕了朱美的心意 朱美是浩仁的國小同學 所以他知道浩仁其實是個美少年 也知道浩仁以前的個性相當開朗 但是岡村是國中後才認識了浩仁 因此非常看不慣被朱美喜歡上的浩仁 浩仁沒有否認自己拒絕朱美的這件事 於是岡村更加憤怒地對浩仁說道 你這混帳也不想像自己的身份竟然敢拒絕他 聽到岡村的這番話 浩仁的腦海中突然浮現了一個想法 要是爸媽看到我這麼懦弱的模樣 一定會很傷心吧 因此他不自覺地反駁岡村 你又不是他的男朋友 你憑什麼資格說我 下一秒岡村的拳頭就回向了浩仁 遭到岡村毆打的浩仁 再次回想起了國小時那地獄般的生活 浩仁趕緊拔腿狂奔重回家中 恐懼底蜷縮在房裡 崩潰的他甚至開始想著 是否只有死去才能夠真正的解脫呢 就在浩仁準備自殘之際 從肚子所發出的飢餓聲拯救了他的性命 喝下爸爸死前放在冰箱的啤酒後 在酒精的效用下浩仁突然改變了想法 他認為自己並沒有做錯什麼 根本就不應該去死 接著他又崩潰地趴在地上吶喊著 好寂寞好害怕 口中也不斷地念著 爸爸媽媽爸爸媽媽哥哥 就這樣大哭一場過後 浩仁想起了自己還有一位年紀相差很多的哥哥 於是他帶著父母留下的遺產 來到了一間偵探事務所 說明緣由後 身受感動的偵探佐久堅員太 答應了浩仁的委託 決定幫忙浩仁尋找六年前失踪的哥哥 浩仁表示哥哥失蹤時他的年紀還很小 因此對這件事情也只有些許模糊的記憶 當時父母也有報警 但過了一段時間後仍一無所獲 見見底浩仁也習慣了沒有哥哥的生活 甚至連哥哥的存在也忘記了 不過他仍隐隐約約地記得 這位叫做正人的哥哥 是個很溫柔的人 一個月後佐久堅偵探的調查有了初步的成果 林元鎮人失蹤當時年僅14歲 若還活著如今應該已經20歲了 當時他和一位名叫原田真子的童年少女正在交往 原田真子有一位家境富裕的朋友名叫中川美河 年齡相仿的三人經常玩在一起 直到六年前的暑假 他們一同前往美河家的某間別墅後 就此失去了綜印 浩仁拿起真子14歲時的照片 不知不覺就看乳迷了 直到佐久堅提醒才回過了神 佐久堅繼續向浩仁說道 真子沒有爸爸 他的母親甚至還有酒精成癮的症狀 由於家庭環境複雜 他似乎是一個人住在外面 獨自打工為生很少去學校上課 三人失蹤之後 警方也曾找遍了中川美河家的所有別墅 但仍舊沒有發現任何線索 接著佐久堅向浩仁表示 接下來他會再去中川家調查看看 這一次浩仁請求與之同行 事實上自從被剛稱統毆一頓後 浩仁就再也沒有回到學校了 他拔掉了家中的電話線 撿去為了降低存在感而留的長髮 這一個月以來 只要感到寂寞 他就會跑到佐久堅的偵探事務所 溫柔的佐久堅什麼都沒問 就讓他住了下來 對浩仁而言 這種活在社會邊緣 尋找哥哥的生活 救贖了現在的自己 來到中川家後 接待兩人的是中川家的女主人 他向兩人表示 美河是她丈夫與情婦所生的孩子 她只是美河名義上的媽媽 對美河完全一無所知 中川家的男主人 也就是美河的爸爸 曾向兩人表示 她已經找過了自家的每一棟別墅 但無論如何就是找不到美河 這些年來 他只能夠一遍又一遍地祈禱著 希望美河仍舊活在這個世上 最後他們兩人找到了美河的爺爺 他不僅是一名科學家 還是植物學的權威 但現在的他因為病痛纏身 只能靜靜地待在床上療養身體 當他得知浩仁失去了父母 因此希望能夠找回唯一的親人 正人哥哥時 爺爺閉上了雙眼 緩緩地說出了一個秘密 其實還有一間別墅 只有我知道 那是一間位在東北深山中的別墅 旁邊還有個漂亮的湖 當初是為了進行研究 而瞞著家人偷偷興建的 他也只帶美河去過一次 美河失蹤後 他曾偷偷地跑到那棟別墅想尋找美河 可是那片森林彷彿有股巨大的力量 在運轉著 明明很熟悉路線的爺爺 不但找不到那棟別墅 還有種自己被關在森林中徘徊的感受 接著爺爺的身軀開始戰鬥 口中念念有此地說道 這是神對我的懲罰 但卻落在了美河身上 植物的靈魂在作祟 爺爺將這棟秘密別墅的地圖畫下來後 就突然病發昏了過去 拿到秘密別墅的地圖 皓仁感到非常開心 但佐久間不准皓仁獨自前往 要求等他向老爺爺問出了更詳細的狀況後 再一同前去 皓仁答應了佐久間的要求 但內心似乎有著其他的打算 不料隔天佐久間來到中川家時 老爺爺早已上吊身亡多時 遺書上還寫著 我製造了可怕的東西 那個東西居然有人的心 佐久間趕緊回到事務所 通知皓仁老爺爺的死訊 皓仁卻早已離去 只留下一疊鈔票和一封信 信上寫著 佐久間元泰先生 這段時間謝謝你的照顧 拜託你的事情到這裡就可以結束了 剩下的部分我會自己處理 真的非常感謝您的幫忙 請多注意身體健康 署名林元皓仁 皓仁尋找秘密別墅的過程並不順利 來到東北深山後 他整整在森林中迷路了三天 就在皓仁因為體力不支而倒下時 四周的景色突然間發生了轉變 老爺爺口中所說的漂亮的湖 竟然瞬間就近在眼前 接著一名長相神似真子小姐的女孩出現在了皓仁面前 女孩對著皓仁說出歡迎光臨 並露出了淺淺的微笑 當女孩得知皓仁是正人的弟弟後 便開心地帶領她走向那棟神秘的別墅 進到別墅後 皓仁先是見到了傳聞中的美河 她的出現似乎讓美河感到很意外 但是很快的美河又變回了冷酷的撲克脸 就連皓仁詢問她為何整整六年不跟父親聯絡時 美河也不改面色地回應道 然後呢? 接著正人在二樓見到了長相神似哥哥的男人 男人正坐在椅子上闭目養生著 皓仁的眼眶泛起了淚水激動地向男人說道 哥哥我是皓仁啊你還記得嗎? 但是男人並沒有回應他 而是對著女孩說道 藥草呢? 女孩笑著表示時間還沒到還不可以吃 男人卻如同毒癮飯了一般 眼神温散全身顫抖著 面對哥哥的不理不睬 皓仁完全摸不著頭緒 女孩於是向皓仁解釋正人生病了 不過這些藥草能醫好他 只是時間還沒到 所以不能讓他服用 要皓仁不要擔心 雖然哥哥的身心狀況似乎不是很好 但哥哥還活著的這件事 就讓皓仁感到無比的幸福 隨後皓仁在和女孩的談話中得知 女孩的名字就是真子 而且和自己的哥哥一樣都是20歲 可是皓仁眼前這位穿著純白色和服 卻沒穿鞋的真子 看起來只像個國中生 儘管心中還有許多疑問沒有解開 但只要一想到可以和哥哥生活在一起 皓仁對人生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晚飯時皓仁再度來到二樓 請哥哥下樓用餐 這時已經服用過藥草的正人 臉色恢復了許多 哥哥認出了眼前的男孩就是弟弟皓仁 正人開口對皓仁說道 你長大了 終於和哥哥相認的皓仁不禁流下了淚水 他一邊哭泣一邊將父母車禍死亡的事實告訴了哥哥 但哥哥的臉上並沒有出現任何的情緒起伏 他只是抓住了皓仁的手臂對他說 快點離開這裡 快回去 如果是你的話應該還來得及回去 皓仁不明白哥哥為什麼這樣對自己說 就在此時 真子出現在房門口 要兄弟兩人趕快下樓吃飯 皓仁擦乾了臉上的淚水 準備走下樓用餐時 哥哥悄悄地在他耳邊說道 盡量不要吃有加了藥草的菜 只可惜皓仁完全無法理解哥哥的用意 反而對能與這麼多人同桌吃飯這件事感到高興 用餐完後 整人的身體再度感到不適 在哥哥的請求下 皓仁來到屋外幫哥哥採集藥草 陪伴哥哥服下藥草後 回復鎮定的證人告訴他 真子已經死了 你所看到的真子 其實是個幽靈 起初皓仁覺得哥哥只是想嚇嚇自己 並沒有將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但是到了當天深夜時 整間屋子突然灌滿了水 半夢半醒的皓仁在水中掙扎著爬到了屋外 接著就遇上了全身濕透 而且沒有雙腳的幽靈真子 這下子皓仁不得不將哥哥的話當真了 隔天早上看著嘴裡喊著藥草胡言亂語的證人 美和不禁脫口說出 他神智正常的時間越來越短了 聽到美和這麼說 皓仁趕緊向他追問道 那個葉子是不是含有麻藥的成分 美和帶著皓仁來到了屋外的藥草區 並向他表示 這些藥草是他爺爺的研究 會讓人覺得幸福有解脫感 而且會上癮 長期服用會有危險 甚至導致死亡 原本爺爺並不是真的想要種出這樣的藥草 但在研究過程中 藥草產生了變異 他們三人在不知情的狀況下 將這種藥草變成了料理 從此染上毒液 而且這棟別墅受到真子的力量所影響 完全與外面的世界隔絕 逃也逃不出去 如今藥草成癮的他和證人其實也都快死了 皓仁不相信真子會如此狠心 打算親自去懇求真子 讓他帶哥哥去看醫生 真子卻拒絕了皓仁的請求 皓仁只好選擇自己下山求援 只不過不管他怎麼走 就是走不出這座森林 無可奈何之下 皓仁只能回到別墅重新思考方法 有一天真子撿到了一隻死掉的幼鳥 看著真子為小鳥的死去而落淚 皓仁很驚訝真子原來也有這樣溫柔的一面 他陪著真子一起埋葬了小鳥 對他而言真子雖然是個幽靈 但是真子跟那些霸凌他的人比起來一點也不可怕 真子拉著皓仁來到了湖邊並向他表示 自己在六年前存到了湖底 皓仁開口問道 你…很痛苦吧 真子沒有回應皓仁的問題 而是輕輕地靠上了皓仁的胸口 察覺真子的身體竟然如此冰冷 皓仁不自覺地流下了眼淚 真子對皓仁說了句 你真溫柔 接著便消失了 晚上皓仁回到屋內後 發現哥哥的房間傳來些許的聲響 靠近一看才發現真子拿著藥草坐在床邊 一邊要求赤身裸體的哥哥與美河努力相愛 一邊強迫兩人將藥草吞食下去 看到這樣的場景讓皓仁的心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他甚至開始認為這裡也是個可怕的地獄 隔日清晨憤怒的皓仁前來質問真子 為什麼明知藥草有毒還要繼續讓哥哥吃 真子一臉無所謂地表示 發現藥草有副作用還繼續使用的證人 根本就已經沒救了 怒火中燒的皓仁衝向真子將其暗倒在地 面對勒住自己脖子的皓仁 真子只是靜靜地說道 你們兄弟倆都想殺了我 吃驚的皓仁鬆開了雙手 他完全無法相信哥哥竟然會殺人 這時美和的房間傳來了一聲巨響 皓仁趕到時只見美和的胸口一片鮮紅 美和用盡最後的力氣拼命地向真子道歉 真子卻責怪美和選擇自殺非常狡猾 就在美和快要斷氣之時 他向皓仁表示 都是因為藥草的關係 他和證人才會殺了真子 聽完美和的證詞後 皓仁來到哥哥的房間 他想要知道哥哥是否真的殺了真子 於是哥哥將一切的真相說了出來 14歲那一年 我和真子交往時 年紀很輕卻很真心 美和是真子的好朋友 所以我們三人總是玩在一塊 有一天美和突然向我表白了 不知怎麼的 我稍微動搖了 後來暑假時我接受了美和的邀請 和他一起來到了秘密的別墅 但是我想著這樣對真子不太好 所以最後我還是打電話把真子給找來了 真子非常生氣 整個氣氛變得很尷尬 不過接下來的日子裡 我們依舊玩得很快樂 直到我們將那個神秘藥草變成料理之後 一切都變了 受到藥草副作用的影響 我們三個人的脾氣都變得很暴躁 在一次的爭吵中 我和美和失手推倒了真子 真子的頭撞到櫃子後便倒在地上 看著一動也不動的真子 我跟美和感到非常慌張 害怕東窗事發的我們 趕緊將真子的屍體丟進湖裡 為了讓屍體沉入水中 我們還在真子的腳上綁上了石頭 事後我們想著要趕快離開時 真子的幽靈出現了 對我們說著不可以回去哦 我們三個人要永遠永遠一直住在這裡 因為真子一直不原諒我跟美和 所以我們才會這麼聽她的話 我到現在都還弄不清楚 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 也許真子在沉入湖底前 其實還活著吧 聽完事件的來龍去脈後 好人拿著手電筒潛入了湖底 找到了真子的屍體 真子的身體被巨大的藥草環繞著 完全沒有腐爛 真子的容貌依舊美麗 只不過好人不知道的是 這時的真子正在那棟別墅中 親手勒死了自己所愛的真人 真人與美和的死亡 並沒有讓真子感到解脫 當年溫柔的真子 如今已變成了憎恨的化身 他點燃了手中的火把 燒掉了秘密別墅 好朋友美和 以及最喜歡的真人 當浩仁從湖裡游上岸時 發現了別墅所冒出的火光 浩仁目睹真子帶著微笑 走出了熊熊燃燒著的別墅 此時真子向浩仁說道 因為我愛那兩個人 所以我要帶他們走 浩仁的眼角再度泛起了淚水 他向真子問道 那我呢 真子的眼眶也流出了淚水 因為我更愛你 所以不帶你走 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其實真子比任何人都更想活下去 感受到真子內心的浩仁 在真子面前跪了下來 真子將浩仁扶了起來 一邊提醒他不要吸到藥草的煙 一邊將他送出了森林 不幸的是 此時的浩仁已經吸入過多藥草的煙 頭痛欲裂的他走沒多遠便倒了下來 失去意識前 浩仁在心中對真子說道 我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回去了 真子你應該帶我走的 當浩仁再次睜開雙眼時 他失去了部分的記憶 以為自己是來尋找哥哥的他 又一次遇見了幽靈真子 以上就是玩偶遊戲劇中電影水之館的故事 我一直都覺得這是一個有點悲傷 有點詭異的故事 不知道各位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歡迎訂閱我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